当你做完坐步团,再躺下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再做一次,是我抱歉 老师会帮你做,不是这样拉,手要交叉 这样做,这个把整个拉开 做过三十下,为什么你从床上,那个坐步段下来的时候,身体会偏掉 不在正位上,把它枯渭一下 现在呢,你要开始用腰枕,腰枕怎么用呢? 一个腰枕,一个立方体有几个面? 六个面 除了这两个大洞之外,它有八颗的,有四颗的,有很多颗的 另外还有一个平的,当我们腰枕呢,放在哪里?放这八颗 这个肝鱼,胃鱼,在这里,放在什么?位置在哪里? 你的肚脊的正下方,就是你面白在这里 所以刚刚好也是,这里刚好会在你的骨盆的上缘 这里在骨盆的上缘 怎么放呢?拿到里面,你的中指来,中指来,放进去 像你拿着,对不对? 来,你屁股轻轻开起来 左手的高盲,放进去 放进去,来 放在骨盆,肚子正下方 肚脊正下方,我们来放下来 肚脊正下方,我们来放下来 肚脊在这里,所以我应该在后边 把那个,你的手那个洞放进去 拉上来,这个肚子 所以应该就是在那个骨头上面 对,对,骨盆的上缘 骨盆的,这两个尖尖 你太低了,太高了 这样子,对 对,我帮你放下来 放进去 这样没有比刚刚呢? 没有啊,这样子 这样子也会进去 譬如在什么? 好,这样 应该放在这里 这尖尖的,这样的高盆在骨盆上 来,把脚放下来 不会太紧 来 来 之后呢,把你的肩膀 你够在后夹 这样子,你的脚 那个,它的弧度会大一点 弧度大一点 你就比较不会那么 顶着不舒服 我们一定要把定时间 定时间,刚开始三分钟 三分钟 不酸,不痛 可以增加到五分 七分,八分 十分,十二分 但最早不要超过十五分 躺腰枕的时候 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 有电话,门银 有人叫你,都不可以起来 第二,腰枕拿出来之后呢 敬打三分钟 为什么需要敬打三分钟 为什么需要敬打三分钟 因为你把顶上去之后 你的椎间盘呢 会把很多内压释放出来 但是也同时造成你的什么 腰椎的不稳定 所以腰枕背开 蒙一人挣起来 容易散腰 所以说 诊堂的时候 至少要挺三分钟以上 那躺的时候呢 有人说 那躺要怎么呼吸 智能呼吸就行 不需要 智能呼吸 不需要 智能呼吸 习惯用呼吸 呼吸眼妆呼吸 习惯用胸式的 用胸式 女生 女生 女生来讲 差不多都用胸式呼吸的机会 比较大 男生都是腹式呼吸 会酸吗 还好 还好 因为 没有用过的人 会觉得 好像背部有什么东西 丢到 会不舒服 最主要不要痛 有点痠都没有关系 但是有人问呢 我的腰已经很弯了 腰腰疹不是更弯了吗 我说不对 我们腰呢 因为 它有支撑 第二个 把它拉开了之后呢 太弯了 因为地心引力 还有大气压力 跟体重的关系呢 它会 往下降一点 所以说 我们 讨诊 它是做的是双向调整 弯度太大的时候 它会把它弄平整一点 弯度不够呢 异用点上去的时候 把它撑开 弯去给我们妈妈出来 那地方好像是在 那位置的话 这骨盆的正上方 所以在肉的地方 不是在骨头上 热骨头的地方 会痛 你知道吗 是在那个什么 骨盆腔的上缘 跟什么 肋骨 中间那一块软弱的地方 这边 我们腹肋旁边就是 软软的 我们胸椎有十一椎 最后一椎啊 就是没有黏起来 就是腹肋 这个 就放在腹肋跟 那个骨盆中间 好 时间到了 来 这跟那个瑜伽不一样 瑜伽放在那个 箭骨上 好 箭骨上就痛死了 没有啊 我们不是 不是陶整 我们是平的 对啊 我们这个是陶整 OK 好 来 时间到了 我们脚把脚弓起来 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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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脚弓起来的时候 你的脚后跟呢 越靠近你的臀部 跟那个 屁股抬得越高 越高 那腰枕更容易拿出来 好 拿出来 屁股抬起来 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带着脚平放下去 这个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不是在进展三分钟吗 这时间不会浪费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 就简步的调整 拿着 来 这样子 手环扣 拿着 对 拿着之后呢 来到后面的头 抬起来 放在什么地方呢 脑门 就是你的 我们不是整骨吗 整骨的下 整骨的下方的话 那就是第一锥 跟第二锥之间 是峰池的下面 峰池的边 下面 一点点 对 峰池的下面 峰池的中间那边 就是天柱 它是古 峰池跟天柱穴 而且你也要斜一点 好 来 先收下巴 顶下巴 顶下巴 对 下 上 下 对 做十次 这个时候目的呢 就是让你的脚 颈椎 把身松掉 把你距离拉出来的 就已经把你松了 等等你做左右旋转的时候呢 就不会不舒服 有很多人是颈椎挤压 啊 透过这个 让脚椎 恢复 很好 做十下 ok 来看左边 左右 左右 对 要头要转 慢慢转过去 走回来 来回算一次 我们可以 初学者可以做三十次 慢慢慢慢可以增加 那做这个什么好处呢 眼睛朦胧 眼睛酸色 既是 远是 老花也会改善 白内障 清光眼 灰魂症 会改善 很多很多朋友啊 肝眼症魂症 是有改善的 因为我们魂的位置 是叫 封石天柱 尤其封石是管眼睛的 眼睛的穴位 会痛吗 不会 滚一滚啊 眼睛会明亮起来 我今年也六十八岁啦 我到现在也没有近视 没有眼睛 没有老花 因为我很庆幸 我年轻时候没有近视 但是五十岁之后 我就学这个疗花 所以说呢 我眼睛一直都要保持不错 我身上不用戴眼镜 我也是不用戴眼镜 对啊 就是 如果你现在开始滚这个头枕的话 那你以后就根本就 跟眼镜无缘啊 眼镜公司老板就不喜欢你 眼镜公司老板就不喜欢你 这样滚的时候觉得好像 后面一粒一粒的 对 那个就是你一定有 有 有专程度 所以说 那个应该就是 动脉或什么东西吧 应该顺着什么动力 有光滑滑溜溜 所以说啊 我们这么讲 通则不通 通则不通 有人呢 开始滚了哀哀一叫 我一个人 那个胎懒的学生 叫他滚了 呼 不要滚 不要滚 后来说 你忍耐忍耐 鼓励他忍耐 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我们呢 上课的不是都要 我们一个轮流坐吗 结果他不启了 哦 你这太舒服了 我不想启了 开始哇哇叫的人 到后来也不想启了 一粒一粒的东西 嗯 一粒一粒 表示你一样的 一粒一粒 你的乳酸沉淀在那里 一粒 一样的 一粒 因为左边不会 左边有吗 一粒 三粒 四粒 四粒 都有 回来的时候 比较多 左侧比较多吗 奇怪 回来的时候 比较小粒 嗯 回去的时候比较大粒 嗯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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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勒 这次是到了 对不对 头抬起来 对不对 转移个八十度 被续壳了 对不对 转移个八十度 被续壳了 三四粒之间 这管什么呢 头痛 偏头痛 牙痛 肩颈酸痛 一样转 一样转 要到镜头 如果到镜头的话 你把你的淋巴再压一压更好 淋巴 这里叫淋巴 不管什么 每一系统 照理讲 我们这边软软的才好 如果你觉得这边硬硬的 就是表示你身体里面有花炎的现象 当然我们是随时在花炎 全身随时在花炎 所以花炎并不是坏事 比如说你的身体 每一系统还在工作 如果连发炎都不发炎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 每一系统根本在睡觉 这事没有什么 没什么感觉 没力的感觉 有时你在那个风池 天柱那边 有一些 沉积在那里 我们就躺下来,我们就躺下来 你们会问,我躺在什么位置上才是标准 我说,人的头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说,人头有扁头 所以,你会躺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你就休息 休息一分钟以上 为什么需要休息? 我们脑跟脑壳之间,有一个叫脑尖水义 脑尖水义是保护人脑 跟我妈妈的子宫 小朋友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羊水 羊水是保护婴儿 我们脑尖水义也是保护人脑 不要被撞子 知道吗? 所以它飘在上面 但是呢,我们脑尖水义 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脑干 到脊椎 脚椎 胸椎 腰椎 再回来 一分钟会来回六七十 但是刚才我们做旋转的时候呢 难免会展示一些叫老婆的东西 老婆呢,我们会这样也不舒服 所以说,我们做完旋转之后 我们就做躺一分钟以上 让你的脑尖水义 会补他更来的平静 OK 来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就可以起来 起来之后呢,还没有完成 还有一个叫做屈身运动 老师,我教你 请问一下 昨天我来的时候,我好像躺很久 我上你躺很久 今天就一分钟了? 一般就躺一分钟了 哦,这样 我看你已经闭掉 我说让你休息一下 反正,你说你没事嘛 我就让你休息 哦,因为我昨天这样躺很久 我记得好像有半个钟头 嗯,对,我上你躺 对 因为很多我的患者 可以剪掉 他呢 出么 or面 把手 给我 是 好 平衡 对 可以 儿子